大家好,我是龐德 歡迎再度來到這台老虹 E60 535i的第三集 老虹都該買了,我不知道是敢買 果然買的時候呢 真開心 本來就專心在弄這台535 然後開來開去 那後來呢,意外的多買一個了嗎 買了一台有黑強壯318 2.0i 好,那買來之後呢 旁的這個人是急性子 就趕快做一些基礎建設的一些維修 所以很快的也上傳了第一集的 有黑強壯318 2.0 大家都看到了 好,所以呢這段期間 我就這兩台交付的開 交付的開 當然兩台是完全不一樣的車啦 那我常講說要以這種運動性來講 當然E46比較好 對不對 它相對車小比較靈活 尤其那個318 哇,它拉轉很high對不對 好,但是呢 這個E60 535的話呢 它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它是一個中型的Sedane轎車 舒適的 高速公路上呢 簡直是新幹線 怎麼樣? 有沒有很新幹線的感覺啊 這個哇 當然這個車子哦 不是想說0到100啊 或100到200啊 加速快慢是一回事啊 二方面就是輸出的曲線 是否舒服 隨傳隨到 這個渦輪的池質壓抑的好不好 那再來最重要就是說 整個推進的時候 那推進的是否抬頭 是否壓尾 然後呢 這個底盤的整體推進性 是否舒適的 那個東西呢 才是最難的 那這個E60你看 全鋁合金底盤 然後呢 全鋁合金車頭的這一個車身結構 那開起來說實在的啦 我很難去形容 你沒有開過呢 都很難去形容那種感覺 也許你現在去開F世代 G世代 那你說我開過呢 但是我說實在的 這個E世代的車 真的有一份特有的沉穩感 開一看就知道 尤其這個車你看 當時新車是300多萬的車啊 它這個舒適化座椅 腰靠會夾 上椅背會折 然後呢 還有電熱椅 我這台還有電熱椅 然後呢這個 內外三片的電子防線後照鏡 各種舒適配備啊 各種舒適配備 這麼高級的車呢 現在 剩沒多少錢 大概就是我翻新好 大概就是新車的這個 一兩折的錢 就差不多可以賣給粉絲了 實在是太指責 更不要講它的安全性 本身就很難失控 那真的呢 很不幸有些事故 所以本身怎麼樣 這一台應該是 揮揮強壯 好要爽就知道付出代價了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台車呢 開得很很開心 包括底盤跟動地 我都弄好了嘛 第一次記得講得很清楚 那 當時有跟大家講說 感覺是搖壁濕蓋 墊墊有漏油漏下來 你這台車上漏油 相對來講 你重點的話來講 算是很輕微的 那我 你看它也看到已經說 洗得非常的乾淨 那底下呢 也用高壓噴槍 洗得很乾淨 那麼開了大概 十天了吧 那它狀況怎麼樣呢 我想應該很確定 這是搖壁濕蓋墊墊 那今天呢 主要就是來 跟大家分享 如何來更換這個 E60N54引擎的 搖壁濕蓋墊墊 好 首先第一個 把這個擋火牆上的 空調相關這些護板 先把它拆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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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这样空间就腾出来了 好 这就是可以把引擎的摇臂式盖的上盖 把它拆开来 好 这就是N54所谓的HPI High Precision Injection System 上盖的一个样子 好 看起来这个显然是 把六支口衣乳拆起来 然后呢 这六根从油轨到喷嘴过来这个油管 这六支铁管把它拆掉 那当然周边这些线 还有PCV管这些拆掉 目前看起来应该这样子呢 盖子就可以起来了 好 来 开始吧 好 这让我发现到 又是一个地方要纠正 你看 它这一个油气的回溯管 破掉了 这个就是摇臂式盖的机油油气 要回收到进气气管的 这个气管的你看 哇 这破掉了 好 讲到这边顺便讲一下 刚刚我找到这一个管 它那个叫做PCV管 Positive Crank Case Ventilation 就是镇压啦 好 镇压的这一个 那个crank case 就是曲轴箱 的这个通风嘛 它基本上 曲轴箱一定是正压 打出去 然后呢 进气气管是负压嘛 所以那个阀门只要一开的话 就会把这个正压的气吸进去 吸到进气气管内 把这个油气呢再做是燃烧 那N52N跟这个N54它比较特别 它把这个PCV 这个所谓油气分离啊 这个控制我刚才讲这个正负压的这个阀门 做在摇臂式盖里面 所以呢 当它这个PCV阀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这个整个摇臂式盖都必须换掉 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个设计 成本的机会 刘营 入烧 这样子 在台湾 在台湾 哇 又糾正了一個地方 我們仔細看一下這顆引擎 除了剛才那個PCV管有破損之外 其實打開來看 我覺得引擎其實算是照顧的蠻好的 包括這些線頭 都在它該應有的位置 沒有說哪個沒鎖的 或是說重新包過線 接地線亂接等等 相信我那個都是常見的 但這台車算是非常原配的 再講一次就是沒有亂搞 我覺得滿意 好我們繼續吧 接地線 好三個地線 剛剛一個螺絲掉它去趕快撿起來 來 弄這個要非常專心 所以像弄這個 我一定是一個人 再來是噴嘴的插頭 不一樣的 好 这样线都拆掉了 我们现在就把整个线排的固定螺丝拆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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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后面的连线还有前面的两个卸压法 卸压法控制电池法被开关拉掉 OK 这样让它空间腾出来 好 有点起 怎么办呢 我想这个 虚压壶也把它拆了吧 好 这个虚压壶在干什么的呢 我们知道这个增压涡轮增压器上 有两个所谓的Waste Gate 卸压法 这是一增压 转速来的时候 当压力打到的时候 在涡轮增压器内 就有一个旁通法 卸压法 就这样 把多余的空气卸掉 才会压力过大 那这个动作谁控制呢 就是我刚才拉掉两个插头 那个所谓的电池法 电池法就一开一关 那真空永远有啊 那一开的时候呢 怎么样 就让真空倒过去 然后呢 去启动那个 去启动那一个 那个所谓的真空阀门 那我们常讲说 涡轮不要辞滞 很多东西在做 这也是其中一个 就是说你那个真空 有没有 你电池法一开 那真空一给他的力量呢 够不够大 好 有没有随时给 这个关键 其中一个就是这一个 就是这个 这个蓄压器 你看 他这个呢 就是 来自于真空邦谷 好 抽真空先抽 让这里头呢 先聚集了一定的真空的压力 所以当你那个引擎转速 不管是多少 因为真空邦谷是引擎带动 眼睛转速高低 影响到它的真空度 啊 当你的电池法一开的时候 这个蓄压罐里面 就有一定的 一定 一定磅速的 这个真空压力等在里面 所以呢只要电池法一开 咻咻 很快就能够去吸动 那个 那一个 了解了吧 所以这个蓄压球是很重要的 要做记号 管子不要插错哦 管子不要插错哦 就像我一样的 就像我一样的 他把银子打托了 一样的 我现在在银子里面 你是个人的 你能够摆一下 你可以吗 你看到这些东西 我再给您的 你能够摆计 我自己来的 你能够摆计 他们也可以 你能够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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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你能够摆计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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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样子打开啦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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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邊就是麵 把它清乾淨 清乾淨 清候 清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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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一定要确实检查那个垫片是有夹带正确的位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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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